总院内分密科主任 主任医师 某种人刚才我们看到 一位62岁的陈大爷 眼神也不好 然后又是一名企业家 然后呢心脏还乱跳 然后郑哲医生说 这有生命危险 他到底怎么了 我们肌体啊有一种成分 如果他老是特别高特别高 他就会导致几乎所有的脏器的损害 他不仅因为心脏的毛病去看郑医生 他因为眼睛的毛病 他去看王医生 或者是因为这个小便不好啊 包括性腺功能的减退等等 去看密尿科的专家 总有一天发展下去 他会出现肾功能不全 就老百姓说的肾酸 到了这一天 你必须得去看肾科大夫 甚至做透析对吧 另外呢像这样的惯者呢 很多人容易得脑梗 脑血酸 一旦得了脑血肝 你就得去神经科看病 另外呢肿瘤发生率也高 像恶性肿瘤 什么肺癌肝癌也多 因此你还得到肿瘤科去看病去 还有的人呢 他皮肤不好 皮肤搔痒 你们听说过烂脚丫子吗 有的病人会烂脚丫子 脚坏了 这时候还得去节肢 所以这种病变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控制不好 几乎全身所有的部位 都会出现毛病 估计听到这儿 刚才陈黛应该已经在下面晕倒了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 刚才母主人提到了 有一个指标它一直升高 持续是高的状态的话 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到底这个指标是什么 它会出现下肢的病变 会出现肾衰心梗 失明脑梗 到底是什么呢 血糖如果是一直处于超标的状态 问题就来了 可能就是做起来很复杂 要么就是搭桥 要不然就是可能要放多个指甲 可能才会解决它的 这个血管狭窄带来的这样的后果 301医院心内科导管室中 正在进行造影的病人 今年57岁 就因为患有糖尿病 它已经出现了心梗 而且心脏病与一般的患者相比 病情更加不大 糖尿病病史呢 有13年 它的血管情况呢 都相对是比较糟糕的 多支血管有问题 另外一个呢 它的病变特征是弥漫 也就在一根血管上 可能会像腊肠一样的多处病变 如果要做支架 这个病人可能就要做4到5个支架 由于患者的糖尿病 没有很好的控制住 又出现了糖尿病腎病 以及多处血管损伤 很有可能危及生命 在短时间内 可能看不出来它的这个问题 但时间一长了以后呢 它的病变血管程度呢 就非常严重 应该是要更早地进行 它的这个血糖的控制 血糖身高 危险性极强 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不但隐秘 而且可以致命 咱们五六十年代 很多人都吃不好饭 那时候胖的人也少 所以糖尿病很少见 我上大学是七十年代末期 那时候我的周围 几乎没有糖尿病 但是你看现在 周围如果吃饭的话 我们这个坐在一起 一问糖尿病应该是挺多的 你现在只能问谁家没糖尿病 过去是问谁家有糖尿病 现在是问谁家没糖尿病 谁家一个糖尿病的人 都没有请举手 还蛮少的 你看看这里边 我们起码有五六十个人吧 你看真正 很多人家里都是 全都没有糖尿病 只有十个人左右 我没举手 因为我爸爸 然后我奶奶 然后我的那个叔叔们 全部都是糖尿病 所以我没办法举手 那你要小心 因为我是高位人群 其实糖尿病是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家族的 这样的一个遗传性 是不是 对对对 糖尿病跟高雪阿姨 就是遗传是非常的明确 假如说父母有一方 有糖尿病 仔细清楚 可能你的遗传的背景 大约占到了20% 就是你有20%的可能 会发生糖尿病 如果爹妈都有 那么这种可能 就会增加到30%到40% 遗传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后天因素 谁能保持后天 这个孩子不胖 对不对 睡眠也好 工作也不累 精神状态也好 一直保持到牢 没有人能保证 我觉得月月听了 好像心里是霸凉霸凉 我是觉得以后 相亲就要跟对方说 我想看一下 你的血糖指标 我们一直在说 看大屏幕上 血糖两个字 清晰地摆在那了 如果说血糖 一直是处于 较高的状况 对于我们全身 都会有影响 那归根结底 其实是 对于血管有影响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血管的改变 导致这些事件的发生 那么高血糖的状态 对于血管 会有什么样的损伤呢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刚才提到的 糖尿病损伤血管 人从头到脚 所有的组织都有血管 但是为什么 我们会说心脏呢 因为心脏的病变 叫致命性病变 当一个人出现了心梗 那不是要你的命吗 那么今天呢 我们拿一个道具 这两个是血管的模型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跟王凯同时往里倒 大家注意什么呢 注意这两个管子里边 留着个红色液体 哪个走得快 哪个走得慢 让我们一起开始 母主人那边 那个血管里 已经可以看到 有那种固在那的东西 双色 对 我这一个好像 已经出来了 哎呦 你那个还是快 王医生这好通畅 年轻嘛 是不是 你看到现在 都没流出来 好像是血液粘稠度 也不一样 是不是 我觉得比赛结束了 因为他 比赛结束 太快了 对 王凯到这个血管 你有两个感觉 第一 他的血液的颜色 跟我的一样吗 不太一样 他的浅 我的深 你发现没有 事实上 我们就想说明一个问题 糖尿病的患者的血液 更加粘稠 流起来缓慢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但是刚才王凯到之前 你看到管子里边 基本是比较光滑的 你会发现 这个管子里边 有好多那个红色的橡皮泥 在里边 动脉的斑块 嗯 这种斑块越多 管子不就越狭窄吗 那么有血糖高的 或者糖尿病的病人 一个是血管不好 另外呢 血液不好 血管不好 狭窄 血液不好 高龄状态 在血里流的流的 就不动了 这种不动 如果是在脑子里边呢 睡了一觉 不动了 脑血栓形成 如果这种不动 是在下肢呢 就可能出现一个 糖尿病的脚出脚坏了 如果在心脏 顾名思义新的 就这么一个现象 你也听懂了吧 太吓人了 太吓人 然后觉得自己 剩在一个特别好的家庭 少吃点 对 一个糖尿病患者 都没有的家庭里面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掩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在影像学的图片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体现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心脏 这个冠状动脉 造影的一个影像 大家看到那边的 这个血管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糖尿病病人的 冠脉的改变 它的狭窄 大家看到 非常多的狭窄 而且血管非常细 很多地方的狭窄 像虚线一样 大家这两边 比较一下 可以非常明显 这边血管很光滑 血管很粗 这就是典型的 糖尿病病人的 这个血管改变 那么实际上 我们做心脏科的医生 是非常怕这种病人的 他来了之后 他一个病变很重 另外一个呢 你要做支架也好 或者说 我们做外科手术 搭桥也好 效果不好 很容易再狭窄 你就像这个张图吧 我们可以这么说 如果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你不治疗 大约10年到15年 就会形成 这张图上这种影像 如果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你不治疗 大约10年到15年 就会形成这张图上 这种影像 一旦出现了这种结构 就像刚才 我们郑一生讲到的 你说你一个地方狭窄 我放个支架撑开了 你都狭窄 我能放吗 我不可能把支架 都放进去 变成钢铁侠 就像我就只能给你 做搭桥 从别的地方借一个血管 从你腿上搁个血管 拿过来 一到心脏上来 你想想看 你能搁多少血管 你血管都不好了 我去哪搁去 总有一天 糖尿病患者 如果不治疗 你的所有血管都会必塞 只能等着心梗的发生了 很多人说了 是不是我的血糖 一旦高上去了 就再也没有办法逆转了呢 是不是我一查出来 血糖高了 我要扣一辈子的 糖尿病患者 这样的帽子呢 那不一定 那要看情况 所以接下来 要给大家引入 两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黄金时间 和黄金方法 所谓黄金时间 我们要在这提醒大家 一定要竖起耳朵认真听 因为这个黄金时间 可以逆转血糖水平 我们要请牧主任讲一讲 怎么个逆转法 很多疾病 都是找治疗 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我们的黄金时间 就这么分的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边 如果你抓紧治疗 你是有救的 你可能会逆转 你可能会被明显地缓解 所以这段时间很重要 我想说起这个词 大家对心脏的认识 对 非常的深切 是这样的 如果心脏的血管 出现了阻塞 出现心梗 那么我们的抢救时间 就必须以分钟来计 越快地把这个血管通开 这样的话 心脏恢复的可能性 就越大 这个可以逆转的黄金时间 到底是多长 我们来看大屏幕 来看逆转高血糖的 黄金时间是一年 好了 问题来了 这一年指的是哪一年 从我初次减出 血糖高开始算起吗 我经常会问病人 你血糖高多少年了 我知道我高三年 我高之前我没测过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真的高了几年 所以现在条件好了 都有体检 对吧 体检的话你可以直接问 你去年查体了吗 查了 去年血糖高吗 不高 今年高了 那我可以处理 算你是一年 所以一年的概念 就是我前一年确认我不高 但我今年确实高了 这算一年 但是等他来看病的时候 唐先生们多年都不知道 可能十年八年过去了 这就不行了 这时候就不能叫一年了 就错过这个黄金区 那我们就需要定期地 做这个血糖的检测 之前就是前年体检 什么都很好 对 到去年体检的时候呢 突然血脂 稍微高了一点点 高了一点点 其他的都很正常 特别难受 我问一说怎么回事 他说你昨晚是不是吃很多东西 我对他吃宵夜 吃到两点用 嗯 怪了 一般来讲呢 血脂容易这样 就是血脂 比如前一天晚上 我吃烧烤 我喝酒 你第二天去查 大部分血脂高 血脂高 尿酸高 这两个指标容易受影响 但是血糖 你说我前一段时间吃了一顿 哪怕你喝糖水 正常人第二天都不会高 嗯 所以血糖受你一顿饭影响的 可能性很小 但是血脂和尿酸 是容易受到一顿饭影响的 嗯 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黄金时间 是确切地从你知道血糖高 到你现在在一年之内 如果你听医生的话 注意饮食 注意锻炼 然后呢 适当的治疗 绝大部分都可以逆转到正常人 是 我们来看一个图表来看一下 在这一年当中 如果采取了有效措施 会有多大的作用 来看 那么这张图呢 是一个示意图啊 这张示意图就告诉大家 如果这个糖尿病 你发现的越早 你早治疗 它的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在这里边清楚地看到 如果你是一年之内 就发现的话 你看看有多少呢 大约有70%左右的人 嗯 它可以回到正常的范围里边 当你到了第二年 第三年 它的比例锐减到 明显下降 50%甚至30% 因此呢 在临床当中 在实际当中 绝大部分糖尿病病人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了多少年了 丧失了这个黄金的时间 所以体检很重要 龚真刚才说了一句 特别重要的话 他说体检很重要 所以我们医生推荐体检 假如刚才我说了 你们家里边有糖尿病 你年龄大于40岁 加上你有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是什么 肥胖 不运动 熬夜 不睡觉 老激动 我们都占了 我们除了肥胖以外 别的都占 但是你们压力大 压力大 工作紧张 压力也是 工作压力大 这个最近节目啊 人家这个观众不多 领导批评你 你压力能不大吗 睡不着觉 你别说这都是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所以有危险因素的人 4岁以上的人 像我们龚真说的一样 你一定要到医院里边 至少每年查一次血糖 早发现早治疗吗 在这一年当中 很多人说了 这一年我上来就要吃药吗 我就要打胰岛素吗 还是说我可以不用任何 生活方式调整就可以 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根深蒂固的 对这个吃药特反感 对吧 大夫一说要吃药 我可不吃药 我自己努力 只要你是在一年之内 早期 绝大部分人 通过隐私运动 就能控制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四个字 就是无需要 可以是不需要 吃药打针的情况 就可以把这个血糖 逆转过来 对 这个比例大约是90%吧 是 大约80%到90%的人 在第一年被发现的时候 不需要吃药 也不需要打针 每年规律地进行血糖检测 及时发现高血糖的症状 可以帮助我们抓住 逆转高血糖黄金时间 绝大部分的高血糖人群 在新发病的第一年 都可以通过饮食的方法 逆转高血糖 将升高的血糖降回正常范围 不仅如此 如果你有糖尿病家族史 肥胖 喜欢高糖高油饮食 或是工作压力大 睡眠不规律的人群 都可以通过黄金饮食法 延缓或避免糖尿病的发生 那么这种高血糖黄金饮食法 究竟是什么 我们还是先从老陈的故事说起 这个各位街坊邻居啊 眼看呢 我这糖尿病这就算康复了 我们这有几个老街坊老邻居呢 惦记着呀 给我搞一party 就是聚会呀 热烈庆祝我这糖尿病 各项指标 恢复正常就算齐了啊 我这一大高的菜都很齐了 马上他们就到 老陈 这好消息把听说了 老刘啊 你快坐这 我快坐过来 给你带的礼物 什么礼物啊这是 高级制呢 蛋糕 蛋糕 吃不了 吃不了甜的 好吃是呢 干嘛呀 好吃 老陈 我吃 老李爷来了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带什么呀这是 蛋糕 你比他们还要命呢 天典 我这高级 你看看 一会我吃 那你拿着干嘛呀 真是 老陈呢 二哥 好了没有 好 我跟你说啊 耳不隆眼不花 是吗 对呀 那今儿可得好好的干一杯 这酒啊 尤其这啤酒 怎么了 这是粮食做的 酒是粮食 你又越喝越年轻啊 你年轻不了 它生糖 不能喝 这也不能喝呀 不了 黑你才 这拿着 白白鞋子呀这盘 我陪你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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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来了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你给大爷带什么了小雪 我呀我带嘴来了 这在这儿吃 这就是大爷带来了 看来了 看来了 蛋糕也吃不了 点心也吃不了 吃不了 酒也不能喝 不能喝 那你干嘛预备什么了 对呀 东北人们 我打东北厨了这么多年 是啊 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 是啊 猪肉炖粉条子 猪肉炖粉条 最可行这个 香 这是什么呀 牛肉炖土豆 这行 土豆炖牛肉 好 这是素凹土豆 还有素土豆 土豆丝 做土豆片 大炖豆饺子 我跟你说 全是炖菜 就根据我的经验 这个炖菜对糖尿病患者 是最科学的 是吗 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都娘了 蛋糕我们来了 你们吃 来来来来 尝尝 快快 咱们好吃呢 咱们这个 好吃啊 我尝一块 真得羊肉 这种 这种 他门不长啥 他牛大人喝点 对 咱们喝 他喝 这土豆真面花 真面花 好手艺 好手艺 怎么样 好吃 是啊 什么事没有啊 是吧 没理大人到是吧 是你身体好 咱们怎么都行 是 对 你看你住院那两天 你这是我们多难受 不是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就是他住院那两天 我别想他 你知道吧 我这生活里 就跟少了点什么似的 是啊 就是这东西 弄的你这 老陈 过来 老陈 怎么回事啊 你这喜欢就好啊 你这闹尾 别吓死我们 快快 上医务时 快上医务时 快快 上医务时 怎么还得到这点问题 快快 快快 小姐快快 还得上医务呢 还得上医务时 怎么了这是 这怎么了 我觉得这挺奇怪的 这好好的一顿饭 怎么吃成这样了 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 这一桌子菜 难道这里面有玄机吗 它确实还挺丰盛的 蛋糕 对啊 猪肉炖粉条 豆角 这土豆 很爱吃这个 牛肉 土豆 但是关键是我发现 这边这一组菜 都有土豆 你发现没有 对啊 土豆炖牛肉 土豆丝 土豆片 全都是土豆 所以到底 这些菜当中 是哪些导致老陈 突然血糖又升高了 又飙高 飙到了医院里呢 就土豆 你觉得哪道菜有问题 都有土豆 都是土豆 你觉得哪一道土豆的菜有问题 肉和土豆在一块儿能量更大一点 你觉得土豆炖牛肉有问题是吧 王凯呢 我觉得离他最近的这道菜有问题 猪肉炖粉条有问题是不是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在收看我是大医生直播的各位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一桌菜哪一道或哪几道对于老陈来说是危险的呢 来看一下 各位网友 请你们提出自己的想法 你们觉得哪一道有问题呢 我觉得应该是土豆炖牛肉 因为那个土豆里面还有大量的淀粉嘛 肯定是炖粉条的事 粉条也是土豆做的呀 加工之后肯定没有原生态的食物好 我认为是猪肉炖粉条 猪肉本身也比牛肉肥 而且粉条里面含有碳水化合物 会容易升高血糖吧 好的 基本上也是就是集中在土豆炖牛肉 或者是猪肉炖粉条上面都挺有道理的 没错 那母主人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其实这里边呢 我倒觉得啊 应该说相对来讲 应该是这个牛肉炖土豆 可能对它的影响更大一点 逆转高血糖黄金饮食方法的第一招 就是关于淀粉摄入的讲究 同样是土豆淀粉 为什么土豆炖牛肉中的土豆会大大升高血糖 导致老臣糖尿病复发呢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淀粉食物 如何制作淀粉食物 才能够辅助控制血糖 避免高血糖的发生呢 那么刚才说到呢 两种淀粉之间实际上是有一定差别的 那么这个差别主要体现在哪儿 是肠道的吸收率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边呢是第一种淀粉 第一种就是土豆炖牛肉的那种 对对对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融在这个杯子里面了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意思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这个基本上被完全吸收掉了 它在这个肠道的这个内侧壁上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 这个是什么里面的淀粉呢 这个呢是猪肉炖粉条里面的淀粉 这块显示的比较清楚了 那么在这个肠道的内壁呢 我们看到有这种颗粒的残留 好 那就说明这种淀粉 实际上是不容易被我们的肠道所吸收的 好 谢谢王开医生 实验表明的如果是很好吸收的淀粉 大家可以想象 都吸收了 血糖自然就上去了 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被吸收的淀粉 反倒对于血糖的这个飙升 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所以这种淀粉叫什么呢 所以在这里边我要介绍一个概念 叫抗性淀粉 所以这种淀粉 比如说在这个粉条里边 就含量要远远高于土豆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粉条怎么来的 是土豆加工做成淀粉 做成淀粉之后呢 把它和成面 把它压成粉条 然后煮熟了 高温煮熟 煮熟完了以后再冷却 所以它有一个煮熟和冷却的过程 这个煮熟之后 它本身是淀粉是容易吸收的 但当它把它冷却了之后 再存放冷冻也好 或者风干也好 这个时候它的抗性淀粉量就明显增加了 而且很稳定 凝固住了都 对啊 抗性淀粉一旦形成了 它不容易再降解 所以这时候 即使你把它再炖了 只要它温度小于130度 它的抗性淀粉的成分会一直存在 130度谁也吃不下去反正 对吃饭的时候没有人130度 可能做的时候会130度 吃的时候70度80度的水平吧 但是这个抗性淀粉 如果很长时间的煮啊 炖的话 会不会这个抗性的就消失呢 你说的对 事实上土豆生的时候 也有抗性淀粉 但是你长期煮 煮得越烂越烂 土豆越粘糊越烂 这时候抗性淀粉含量就很少 同样任何一种东西 如果长期高温 时间越长 抗性淀粉的含量都会下降 那我可以理解 这个土豆泥 是不是应该稍微冷一点 吃好一点 这个时候关键看你 胃肠道功能好不好 如果胃肠道好的 凉着吃吸收更慢一点 如果是非要吃土豆泥的话 那土豆泥沙拉 一般都是比较冷的 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不建议大家吃 研磨得这么碎的 土豆的制品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嘛 它就是比较没有抗性淀粉 所以今天用土豆来举例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蔬菜 因为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爱吃土豆 那么土豆的烹调方法非常多 怎么样做 能够吃到更多的抗性淀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点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到底是丝呢 还是土豆条呢 还是泥呢 是炖着吃呢 还是炒着吃呢 来看大屏幕 给大家汇总了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 同样是土豆 当我们用不同的烹调方法的话 它的抗性淀粉的 这种保留因子 到底达到百分之多少呢 从这里边我可以看到 最上面那一行 炒 它保留因子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四 它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同样的土豆 你看这里边有没有 这个炝炒土豆丝 炝炒土豆丝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做饭 我都听饿了 炝炒土豆丝呢 一般是火比较大 快是炒 而且有点生 哎对了 发硬脆 嚼起来比较脆 是的 这时候的含有的这种 抗性淀粉是最高的 油炸的薯条怎么样 炸的排第三 可以看到炸 如果去掉我们炸的油 广说土豆的话 这种炸也是温度上升很快 对 它的这种这个 抗性淀粉的含量 也会明显的下降 但是呢 如果加上油 油 因为你必须要拿油炸嘛 这种加了额外油的这种能量 对糖尿病患者来讲 也不太好 最好的方式是炝炒 而且这很考验厨艺 得炒到这个土豆 还有点脆脆的时候 这个时候 抗性淀粉的含量是很高的 比较适合处于 我们说糖尿病逆转的 黄金时期的这样的人来吃 因为可以获得最多的 抗性淀粉 当然很多人说了 我干炒土豆丝土豆片啊 得给我找一个搭档吧 跟什么搭配比较好呢 我觉得我们栏目组太贴心了 搭配都给找好了 来看一下 炒土豆的黄金搭档都有什么 芹菜土豆丝 芹菜 获得土豆丝 这是什么 西红柿土豆片 西红柿一般炒土豆片 我想问一下 牧主任 我再问得细一点 土豆丝跟土豆片比起来 哪个抗性淀粉保留的更多 我觉得是土豆片 块大 块大 那土豆块和土豆丝和土豆片 比起来哪个在炒的时候 抗性淀粉 比那道菜啊 叫做炒整土豆 对啊 土豆丝还是土豆片 还是土豆块 对这里边呢 其实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关键这个土豆 你炒的熟的程度是多少 你就记住炒的越熟 温度加的越高越熟 它越绵糊 越烂 它的抗性淀粉还要越少 所以总结起来的话 还是脆的土豆丝 好吃啊 这个抗性淀粉最多了 挺好吃的 对 所以就可以用芹菜 获笋来炒炒土豆丝 对这里边我们有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说同样的土豆 你怎么做 它的抗性淀粉含量不一样 另外真的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可能广炒土豆丝 对吧 最佳搭档就是 土豆这种富含淀粉的食物 你加上一个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就要做起来更加健康 对吧 你把芹菜啊 什么菠菜啊 油菜啊 这种富含植物纤维的东西 对糖尿病患者来讲 更加健康 如果讲到土豆 龚正今天带来了一个 他朋友的奇特的土豆的吃法 在台上 我也觉得他这种吃法太特别了 很奇怪 我们来看这是一半苹果 上面这个白色的是酸奶 里面埋着的是土豆泥 但是凉的冷却的土豆泥 而且它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土豆泥 然后把鸡蛋都打碎了 和在一起 把苹果挖掉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我觉得这样 其实这里边人家体会一个理念 什么呀 就是说我们虽然说 抗性淀粉好 但你注重口味啊 你不能让我吃那个不香的 吃起来没味道的 而且还是冷的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 你想他当水果吃了 又当了水果 还抗性淀粉含量还比较高 所以这个方法很好 加鸡蛋也是为了调口味 我想 营养和口味 营养 蛋白质 真是费劲 要医着我的话 我先吃点土豆丝 是吧 再吃个苹果 再喝一瓶酸奶 不就结了 王凯医生总是想 把这个懒人方法再提炼 再提炼 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非要吃土豆泥的话 就冷着吃 冷着吃要调味 那就可以跟鸡蛋放在一起 其实很多市售的鸡蛋土豆沙拉 就是凉的 就是这样拌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酸奶也是很好的调味品 总而言之是为了好吃一点 但前提是肠胃功能 没有问题的人 他可以接受得了冷的食物 尤其是冷的土豆 对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黄金石器的第二个黄金方法 是什么呢 首先请龚征来介绍一下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第二个方法是 食物营养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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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对 我们说这个食物的话 比如说我们说生糖指数 糖尿病患者对生糖指数是很敏感的 你说这个生糖指数高这个低 对不对 但是大家千万别忘了 生糖指数只代表 这个东西吃了之后 它在血里边血糖生长的速度 但并不代表这个食物到底有多大营养 你比如说吧 我举例的 花生米和西瓜 你说哪个生糖指数高 花生米 西瓜 肯定是西瓜 西瓜糖是吧 对吧 书上写的肯定是西瓜嘛 对吧 因为西瓜的生糖指数是70%以上 它的生糖指数 花生米是多少 14点多 我印象里是14点 对对没错 你能那么厉害 太厉害了 看了台本吧 没看过台本 没有台本 没有台本 偷看了台本吧 真的没有台本 好 一般人都认为是吃西瓜 肯定血糖生的快吧 它生糖指数是70%对不对 你吃花生呢 花生生糖指数只有14 因此呢 应该说糖尿病患者 可能吃花生更好 吃西瓜不好 因为生糖指数高吧 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对对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那么到底这两种食物 对于血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特别在场外做了实验 去看一下 生活中通常认为 甜度较高的西瓜 和生糖指数 相对较低的花生 对血糖的实际影响 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找来一位血糖异常的阿姨 看看西瓜和花生 究竟哪个对血糖影响更大 在严格控制的情况下 阿姨的空腹血糖值在4到5 第一天 我们让阿姨空腹吃下一小把花生 分别在一小时 两小时 两个半小时后测量阿姨的血糖 结果显示 一小时后血糖上升到5.7 两小时后为7.8 两个半小时后 血糖升到了8.3 直到午餐前还是7.6 接下来 在测试的第二天中 我们让阿姨吃下两块西瓜 再次分时间段测量阿姨的血糖值 却几乎没有变化 就像一开始 我跟龚征强达的一样 我就会觉得说是西瓜的升糖指数 肯定会很快 但是没有想到在场外实验的结果 居然是吃了花生的人 吃完之后的数个小时当中 他的血糖是一路向上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西瓜升糖指数肯定是高的 但是你要记住 西瓜是让含糖量很低 一般的西瓜只有4%到8 也就是100克 只含4克到8克的糖 含量很低 水也很多 因此呢对水多 所以糖量病患者是可以吃西瓜 吃完西瓜之后 它可能血量会稍微有一点点波动 但不会大幅度的波动 它升糖指数高 它上去很快就下来了 而像这种花生吧 坚果类 坚果类的 像这种花生坚果类的东西 它油脂含量比较大 蛋白含量多 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 可能就百分之十几 但它的营养密度 原样要高于它 西瓜除了水就裹糖 可能有点纤维素 有点维生素 这都不是什么太大的能量 但这里边脂肪 包括蛋白质等等 它的能量很大 所以在糖量病患者当中 如果吃了西瓜 它血糖会轻度升高一点 就下了 而吃了这种油脂含的 比较高的坚果 它血糖会升高之后下不来 三到四个小时 依然还很高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一般不推荐 糖量病患者多吃 那正常人也不能多吃 也不能多吃 这个东西的能量是很大的 你如果吃二十粒花生 你相当于吃了一个馒头 你就相当于吃了一个馒头 吃了个二两的馒头的能量 虽然你二十个花生不能止饿 但是它的能量就相当于一个馒头 但是好多人说吃坚果好 像核桃 吃了以后它是长脑子 长头发 包括这个杏仁 对对对 都是好东西 坚果类的东西 还有很多的物质 对人是有好处的 但是记住 营养只有平衡 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特别是有的人爱吃 瓜子 瓜子 哎呀 这一吃可能就是一下午 你们在剧组不是很爱嗑瓜子吗 我不爱嗑 就是我经常看到 我很多朋友在拍戏的 间歇时间就在嗑瓜子 可以跟大家讲 就这样的瓜子 三十粒 三十粒相当于一瓶白勺的油 三十克 一瓶勺就大概十克 对 营养师讲到的 三十粒这样的瓜子 对 就是一瓶勺的油的这个能量 所以大家在嗑的时候要想好 瓜子 花生 这些都是炸油用的东西吗 对对对 当然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糖尿病 如果人家没有糖尿病 而且身体很健康 运动量也很大 吃结果类的东西 应该影响不是很大 基础的代谢上来讲 油脂代谢 出来这个能量 要比这个糖分要高很多 对 所以这我想也是这个 吃了这个坚果类 好像油脂多的东西 它会引起血糖升得更高的一个原因 是 所以说营养密度嘛 简单的来说就是有营养的东西 营养特别丰富的东西 西瓜可能跟坚果比起来 显然坚果营养更丰富 所以坚果类属于营养密度大的食物 那么这一类的食物呢 对于处于黄金时期 想要逆转血糖的人来说 就不建议大家过量的食用 可以这么说啊 以前营养师介绍过 每个人每天就用您的手去抓一把 坚果 这一把就是您一天的量 千万不要过量 这是要抓核桃 只能抓沙 对啊 就是自己的手 不能说手大的人去抓 王凯医生 王凯医生身体好 没有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来看看逆转高血糖黄金时期的 第三个黄金方法是什么呢 有请龚征老师 第三种 来看一下 果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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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胶什么意思 言外之意肯定在果子里嘛 对不对 好聪明 我们吃的这个水果一般都是果糖 对吧 果糖相对来讲比葡萄糖要好一些 对糖量变化的血糖吸收慢一点 但是你知道很多水果里边 还有一种成分特别好 叫果胶 这个果胶呢 一般来讲呢 如果说含量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果胶 像我们今天摆的这些水果 果胶含量都还是不错的 吃了之后 它会阻止胃肠道的吸收 让葡萄糖吸收下降 或者让我们吃的果糖下降 另外呢 促进肠道排空 让肠道排空快了之后 它就会营养吸收的时间就短了 这样短的话 它的血糖相对就能下来 就别太多停留 就是哪些水果的这个果胶的含量高 哪些的果胶的含量少 果胶可以减少肠道对糖分的吸收 有利于高血糖人群 辅助控制血糖 在我们日常常吃的苹果 橙子 柿子 梨 香蕉中富含果胶 值得注意的是 通常水果的皮中所含的果胶更多 对于苹果 梨等水果来说 建议大家带皮食用 以便摄入更多的果胶 我们来看一下逆转高血糖黄金时期的 第四个黄金办法是什么呢 来有请拱征 来 第四个 灵芝 来看一下 灵芝是什么 灵芝 灵芝是很多植物里边含的一种成分 我们人体灵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的细胞 细胞膜 细胞的结构 灵芝是一个成分 所以人体一定会摄入食物当中的灵芝 来补充细胞的修复 因为我们的细胞是每天都在代谢 有的细胞老的会死掉 新的细胞长出来 对吧 所以灵芝这个成分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吃这种坚果类的东西对大脑有帮助 就是因为它富含灵芝 那这个跟逆转高血糖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灵芝它为什么对糖尿病好呢 在很多研究显示 灵芝它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 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就是我们知道糖尿病患者不就缺胰岛素吗 分泌不出来吗 另外胖的人呢 它虽然有它效果不好 我们叫抵抗 所以这种食物可以增加它的敏感性 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灵芝 不是说希望你吃这个补充灵芝 而是通过某些蔬菜的一边补充 因为我们是总体衡量 你知道某些密度大的这种食品 其实含着营养成分都是高的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为了补灵芝 我补了太多的油脂也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某些蔬菜里边 它富含灵芝 而且富含纤维素还是低糖的 对糖尿病患者更好 所以像刚才母主人讲到的 有一种食物 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 它是蔬菜 但里面灵芝的含量也很高 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看一下 我想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豆角 姜豆 姜豆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蔬菜 还有林芝比较丰富的一种植物 而且这种蔬菜呢 它含有纤维素 低糖对吧 维生素也比较丰富 加上我们还有林芝比较丰富 所以这个菜呢 对我们来讲 糖尿病患者来黄金期 吃这种菜是非常好的 除它之外 还有像木耳之类的 也含量是比较高的 是 这个在烹调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就这林芝是不是很脆弱 很重要 任何一个蔬菜或植物 当你加温太快太高的时候 它就把它的有效成分就给破坏掉 所以林芝一般在温度不超过50度的时候 保留是最好的 温奶气 调到50度把它给增进去 这个只有奶爸才会知道 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温奶气 天哪 我都想去问问温太医了 是不是他发明的 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了 因为我们家没有温奶气 所以怎么办呢 马上请出大厨教我们做一道 控糖姜豆 大家好 我是刘强 我现在教大家制作一道 可以控制血糖的瘦肉炒姜豆 今天选择的主料有姜豆 鲤脊肉 辅料有红椒 现在我们把姜豆切成段 红椒切成条 把瘦肉切丝 锅内呢 加水烧开 姜豆 放入锅里 注意 姜豆焯水时间不易过长 以免姜豆中不含的磷脂 受热过长被破坏 热锅凉油 肉丝 下入锅里 炒至变色 切好的葱和蒜 下入锅里 两勺豆豉 这个菜呢 我们就不放盐 用豆豉来调节它的口味 花椒酒 可以去除豆豉的腥味 放入刚才焯好的姜豆 放入红椒 经过焯水之后呢 我们在炒制的过程当中 可以缩短它的时间 红椒断生之后呢 我们这个菜就要出锅了 其实最近的这几年的时间里 大家对于糖尿病的关注 是在提升的 就是以前比如说 你去问一个老人说 您的血糖怎么样 他可能会说不知道啊 现在再去问 大家可能都说得出来 我最近一次 查血糖是怎样怎样 还有人知道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这都是很好的一个科普的结果 新一年的我是大医生 我们特别注重跟观众的互动 我们做了一个街头的采访 在血压 血脂 血糖 还有体重 这四项指标当中 我们去问了 大家最关心哪一项 先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血压 血糖 血脂 体重 你最关心 比哪一项指标的数值变化 你最关心高血压吧 因为我父亲有高血压 你不要关心血脂吧 因为我父亲血脂不太好 我最关心的是血糖 因为我特别爱吃甜食 我可能蛮关心那个高血压吧 因为可能高血压现在不太好治疗 高血压的话容易引起脑梗 我最关心体重 必须体重 怕胖不怕死 我会比较关心高血压 因为我妈她有高血压 我觉得我是血压吧 我觉得还体重 最关心体重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对 这个好像目前关心高血压的人数 占到第一名 一共48人 那么其次是体重 我想约约你 应该是最关注的是体重对吧 我刚才听到一个姑娘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叫什么 怕胖不怕死 你有听到吗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30岁到70岁的人 对于这些内容的关心程度 高血压的人最多 然后是体重 然后是血脂 最后才是血糖 这个其实一点不奇怪 为什么 因为高血压 咱们国家人是很多的 高血压可能两亿到三亿人 对 大约是糖尿病的两倍 所以高血压第一人多 第二的 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危害 你随便对一个人 没人高血压的危害 心梗 脑梗 都能说得出来 但是你说糖尿病是什么危害 它不一定能说出来 看来能够引发多种致命疾病的糖尿病 却被许多人忽视 规律体检 关注血糖的变化 才能帮助我们远离可怕的糖尿病 在我们平时测量血糖时 有一个危险的临界值 到达这个临界值时 就需要我们严肃面对 积极控制了 那么您知道血糖指数 达到多少时属于高血糖吗 好 我特别想知道 在这个血糖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被确诊为是高血糖 我如果通过我家里的 这个加油血糖仪器去测的话 数值在什么区间 可以发生完全的逆转 我们来看这是两个指标 一个是空腹血糖 一个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首先我们看到屏幕上面 一个叫空腹血糖 一个叫餐后两小时血糖 正常人 空腹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第一 要看你在最低的时候 你高不高 一小时是人一般吃饭后最高峰 但是两小时你应该恢复到正常 而糖尿病人两小时恢复不了正常 他还是在上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定了 空腹和餐后两小时这个标准 也就是这两个是有标准的 那么这张图上显示 我们看空腹血糖 6.1到6.9 这指的什么 这是指的糖尿病的前期 就是你要得糖尿病了 你还没得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像我们一个界线一样 比方我这儿是分水线 你要越过我这儿就糖尿病 你要没越过我这儿 你就不是糖尿病 不 就这样说 我们这边是偶像派 那边是实力派 当在偶像派这边的时候 你可能处在一个危险期 对吧 到了实力派 那就真的血糖高了 那么他们俩我再分一下 从月月这儿算起 它属于危险人 但是到人家拱征那边 完全正常 所以你总有一天 你会从拱征那儿走啊走啊走啊 走到 当你走到实力派的时候 你已经糖尿病了 所以这个糖尿病前期 6.1到6.9 就这个概念 就是在月月这段时间 我还没有越过糖尿病 但是我已经是危险人群了 那么这个餐后血糖也是这样 你看餐后7.8到11 也是月月这个阶段 如果你两个指标都符合 立马诊断 假如你只有一个指标吻合 那么我们建议你过段时间 再查一次 但是这张图里边 我们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呢 这个阶段 你是完全可以恢复的 但是你越过了这个阶段 你看空腹大于7 上面6.9对吧 你餐后两小时大于11 你已经正式被诊断为糖尿病了 但是你到了糖尿病 如果你不是太高 它也能回来 但是这个回来的几率 要比这个还要小多了 所以你发现没有 越往实力派这边走 你越难回去 最后永远的实力派了 回不到偶像派了 因为人老了 对吧 人老就回不去了 为什么这张图呢 提醒大家 抓住最有利的时机 有利的时机包括 一个得病多长时间 另外你的血糖有多高 就不要走太远 不要跑太偏了 拉回来很难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6.1到6.9 空腹血糖 7.8到11 餐后两小时 如果您测了之后 发现自己的血糖 是这样的情况 太好了 我为什么说太好了 因为发现的非常及时 是完全可以逆转的 赶快去咨询您的内分泌的医生 寻求帮助 争取把握住这个黄金时间 空腹血糖处于6.1到6.9毫米尔每升 餐后两小时 血糖处于7.8到11毫米尔每升 则属于糖尿病前期 在这个阶段 有可能通过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黄金饮食法则 将血糖水平逆转 那么除了测血糖之外 在我们的身体上 还有哪些糖尿病的蛛丝马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的血糖异常的时候 会哪些症状表现呢 症状医要通过一个测试来完成 症状医这个测试是 穿针引线 你怎么样 没问题 眼睛很好 眼睛2.0吧 手呢 配合度呢 还比较麻利吧 眼科医生不用说了吧 强项吧 还真不是强项 那太好了 因为我们科都是护士给我把针弄好的 我直接拿过来用 好嘞 他就是王凯医生了 还有这个龚征 然后我也参加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观众 来看看大家 穿针引线的速度怎么样 灵活度怎么样 来 哪位观众愿意 我们有奖品呢 好 他都已经给你上来了 你只有一份奖品 这样啊 就是谁先完成了 然后就举手诗意就行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就是听我口令就行了 不不 等一下 然后三二一 然后就可以开始 你先得定一下 你看这个针的大小 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说你要是找一个那个最细的那个针 跟那个最粗的那个针难度 我跟你说 孔征挑了一个眼最大的 我给你 来 我再挑一个 但如果我这么粗的针眼 都还是最后一个 或到底二的话 我太丢脸了 背来倒计时 三二一开始 王凯征距离太近了 完蛋了 这个毛有问题 OK 好 总针这块 我也好了 我真不行 你是被故事伺候惯了 眼科大夫丢人丢大了 王凯征说你是眼科大夫 有点紧张 王大夫 不是 我这个吧 好了吗 好了呀 好了呀 王凯大夫主要是为了 显示实力 他挑的最后一名 鼓励一下王凯医生 好的 好了好了 好的 来 只此而已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糖尿病 确实有一部分病人 他开始出现这个花眼的年龄 会比其他人要稍微提前一点 我们说正常年龄 出现这个花眼的时候 一般是在45岁左右 你多大了 我肯定低于这个 那怎么那么慢呢 我们观众表现很好 送他一份礼物好不好 好好好 感谢您的参与 赠送您一份 由贝蒂斯橄榄油赠送的礼品 先感谢一下小伙子 谢谢 来吧 某主任 还有郑医生 刚才这个到底说明什么 龚征是最快的 我跟小伙子时间差不多 最慢的是王凯 其实这个结果是这样 我们首先说的是 糖尿病人 他容易出现什么表现 对吧 眼花 其实势力下降 是一个很多件的表现 其实这个测试 是测试这个 精状体的一个调节力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45岁的人 开始出现 逐渐出现花眼 对 那么对于糖尿病的人群 那么这个年龄会提前 也就是说你出现这个症状 并不等于是糖尿病 对没错 但是糖尿病的人 有可能出现这个症状 他会早 对 所以糖尿病人 确实视力减退 它是有原因的 对 整个眼睛的调节系统 或者是眼底的病变 都会导致视力下降 对于大家来说 我们只需要掌握到 当我们的视力发生了改变 没错 尤其是在比较早的年龄段 就出现了一些花眼 叫及时就医 是这样的 好 还有另外一个症状 是什么 大家看 这边有一个人体 要把目光集中在腿部 请王凯医生 带我们去发现下一个症状 好 我先戴上手套 戴手套要上手 因为大家老说 我是道具杀手 所以我还是保护一下 我以为你要消除指纹 撇清关系 那么这个症状发生在什么部位呢 大家跟随我的这个手 就在这个位置 发黑了 在这个小腿的前面这个位置 看见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有一些 黑斑 黑斑 看到了 很明显 看到了 很明显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紧前黑斑 当你自己琢磨琢磨 你所有的地方哪儿最没肉 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没肉 你看看自己的小腿内侧 前面你自己摸一摸 除了皮肤就骨头 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碰 你走路走路 不小心磕凳子上 碰在什么墙角上 特别容易碰 而且特别疼 就是因为它没肉的保护 糖尿病人 为什么会出现紧前黑斑呢 因为它血管功能不好 当一个人受伤以后 他的血供特别好 营养特别好 他很快就能修复 糖尿病人呢 血管供血又不好 感觉又不好 感觉减退 血管供血不好 这时候碰伤了 机体修复能力明显减退 不仅减退 最后修复完了以后呢 它变成黑的了 是的 色素成多 说明你皮肤营养上不去 营养不好 就像老年般一样 所以在年轻人 糖尿病的年轻人 就会出现紧前黑斑 这就是糖尿病 这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这个我爸爸腿前面就有 我爸爸是因为去钓鱼嘛 然后被蚊子咬伤了 然后他就一直去抓 抓破了之后 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愈合 慢慢的 经过很长时间才愈合 然后就形成了 一个又一个的黑斑 对 就是这样的 你说的太对了 小腿前面那块 谁会止血什么的 它就是能长好 但是会发炎 然后就很难完全的愈合 很难愈合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下一个表现 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症状三是什么呢 症状三是皮肤的问题 糖尿病的病人 容易长结子知道吗 长个结子 比较头 头后边啊 别的地儿啊 长个结子 不仅长结子 而且好不了 反反复复的 来回好不了 刚才月月说了一句 更加贴切的说 她爸钓鱼的时候 被蚊子咬了 结果伤口好不了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的 经典表现就是 一旦有一个伤口 不管你是蚊子咬了 还是磕了碰了 还是长个结子 反反复复不好 或者是皮炎 视针也不容易好 这叫千言不遇 我们专门有个词 就是老是这么发作 另外呢 皮肤痒 皮肤痒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你感觉神经的问题 你痒不痒 还不是神经支配吗 对吧 你老觉得这痒痒 一方面是神经耸伤 另外呢 你血糖一高了以后 你可以理解为 细胞里边的代谢产物太多了 排不出去 脏东西太多了 结果导致这个皮肤的营养不好 皮肤营养不好 它的细胞的能力就不行 修复能力不行 又起皮 又有皮疹 又痒 所以糖尿病的皮肤病变 也是一个非常多见的表现 冬天的时候 我们皮肤也会很痒 在空调里边 包括洗脱会早饮 应该不太一样 那个不一样 叫冬季商业 我给你找几张图片 来看一些大屏幕 你就可以知道了 其实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这个属于早期 如果是年轻人早期 抓完就这样 但是如果年龄大的人 皮肤的本身功能 就修复能力差 就像刚才月月说的 那就比这严重了 那可能破溃 破溃完了 老也好不了 年龄大的人 病死比较长的人多见 那么是不是走到极端 就是那种糖尿病足 有些还甚至因为 这个做了节肢的 节肢 糖尿病足呢 在开始的时候 也是皮肤感觉不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症状 症状4是什么呢 症状4是三多一少 哪三多哪一少呢 我们来逐一看一下 身体里面忽视的特殊指标 竟是致命根源 如果控制不好 几乎全身 所有的部位都会出现毛病 尴尬症状 到底是何原因 一晚上上厕所 七八回夜体夜店 远离死亡 抓住救命的黄金事件 在这段时间里边 如果你抓紧治疗 你是有救的 黄金食谱 恢复镜 多尿 多尿顾名思义 小便次数多 但在这里边千万注意 就是医学上的多尿 白天你尿多的话 可能你白天喝水多了 但是一个人晚上 不能起来的次数太多 所以我们一般拿夜尿来 夜尿 夜尿明显增多 夜尿理论上 应该是零次到一次 男同志在40岁之前 几乎不起来 最多一次 女同志最多两次 如果男同志晚上起来 两次以上 女同志三次以上 那就夜尿多了 除外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的人 有时候他会小便少 他次数多 但是如果没有 这个前列腺炎的人 如果超过了两次 或三次就叫多了 刚才那位老陈 他十几次 企业家 企业家 他肯定是有问题 对对对 再来看 好 第三个多是什么呢 多时是就是吃的多呗 就老饿老饿 你们过去可能听说过 糖尿病人老饿 老吃这样 老饿他还老瘦 瘦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他吃的东西都从小便利排掉了 他为什么 因为他细胞用不了 细胞用不了呢 所以营养又上不去 营养上不去呢 细胞在 一个字叫饿饿饿 机体就只回大脑 大脑就吃吃吃 结果呢 他的营养哪去了 从血里边转了一圈 从小便利圈排掉 所以他越吃越饿 越吃越瘦 就这种表现 所以那多时 那么最后一个少 就是体重的减少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他吃的多 喝的多 小便多 但你都得具备 不是 有的人可能只有一个表现 有的人只有两个 有的人一个都没有 你知道我们在最近 我们08年和10年 做了两次全国的糖尿病的调查 都查了10万人左右的 结果发现 糖尿病患者当中 有60%的人 啥表现都没有 没有说我们说的 今天说的三多一少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 尤其他在早期的时候 他可能啥表现都没有 体检查出来 是 所以还是规律的体检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看到 这些症状 您有的话 同时又是在黄金时间内 就要赶快抓紧时间来